爱在身边牵我手 信念一生跟你走 无论是爱与被爱 与你照了我 啊后 阴光飞已足够 等着爱 去改变这地球 变着福音 你们好 我叫Daniel 李俊豪 我现在是做教会的成功 就是全职服势 我今年28岁 我的爱好是钓鱼 听歌 我是通过DOTA官的弟子 X00来认识组了 在我大概15岁的时候 认识了组业数 开始犀利了 认识组之前 我是逃学打架 就是大多富人的眼中不好的学生 大家看到我就觉得 李俊豪是一个拍家 甚至我老师也看到我 超多1个号女生 什么巢鞋 混添粉丝 打架 甚至透妈妈的钱 我都有这种习惯 也是被抓过去警察局之类的 因为我是来自当亲家庭 我的爸爸妈妈是很早去离分的 所以我的家庭是很破碎的 但是认识组以后 我感觉我一个爸爸了 就是在天上的爸爸 照顾我们这个家 给我们这个家有个力量 我的生命都可以改变 靠着组给我的力量 我的SPM有一个不错的成绩 我愿意用更多的时间 来体谅我的妈妈 因为我还是一个当亲妈妈 我会去体谅我的妈妈 做朋友的辛苦 甚至我妈妈在做朋友的时候 我会煮饭给妈妈吃 帮忙做交路 在认识组过后 我有经历了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我车祸 我从一楼跌下来 祖宗保守着我 甚至我开刀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意想 就是神吹着我自己手术师 是神拯救了我的生命 在2023年的9月 我被卖去了缅甸 在面子书认识了一些不良分子 他们诱骗我去泰国 买土层 被骗去的经历完 我跟我妈说了一个炸价 是关于钱的 所以我就答应了这个人 去了泰国 他是要叫我去泰国做基金工 就是赚了一点钱 大概8000到10千之内 就是去了回来 我就更能够拿到这个钱 我是管水肠牧师 是生命团区的主人牧师 李宗豪在六个月前 他被骗去美甸 当时我们非常的激烊 他是一个单亲妈妈的孩子 所以在这个方面 他有很多不住的地方 因为没有一个爸爸 所以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扑导 所以有时候 一个单亲妈妈要教这个孩子 是不容易 那这个孩子会有点盼 所以他就跟妈妈有一个口角 过后就生气 就拿他心理 就去到美甸 是被骗去美甸 一到了泰国 我就被枪指责了 他们骗我去景天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们威胁我偷出去美甸 我们被卖给一个中国的女人 在那里我们开始做 杀骗 爱情的骗子 他真的没有骗到人家 只是他在那边受苦 没有好好的吃 很奇妙的是 当他要骗的时候 上帝跟他讲 不可以做这样的坏事 但是他是试团 如果没有骗到的话 就会被那些坏人打 但是他坚持信号上进 那里的经历 是一个很不好的经历 所谓的什么小黑屋 被鞭打之类都有 你做到业绩 那边的老板就会注重你 像我们这些做不到任何东西的人 在他们的面前就是一个活屋 他们甚至可以不让你吃饭 你没有人真自由 他们的房间是大个人的一个房间 就是比外来还行 甚至有些 他们被卖了这边 又被Benties别公司 就是卖来卖去 他们是不可能放你回来买西亚的 他们只会把你当这个货物 从这个拒绝 卖去别的地点 但是感谢神 他帮助我回来 可以感谢神奈 因为可能是妈妈跟教会的 在马来西亚有度为我祷告 就是有很多的牧师 来帮助我 来帮我祷告 甚至找什么国际的MH Shop 来帮我 我才能够顺利回来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也在祷告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去那边做了两个礼物工 就开始打仗了 就打仗是没有人理你是什么人的 就是扎你罗 当我知道我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里面是很害怕的 但是很奇妙的 上帝就是把一种很奇妙的平安放在我心里面 我虽然很担忧 一直在哭 但是里面就是 还是有那种平安的 包括我的其他的孩子 上帝也是很奇妙的 他通过圣经 把诗篇91跟23告诉我 他告诉我 不要害怕 他与我同在 他也告诉我 所有的黑暗的势力 都不会伤害到我的孩子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帮他带到 然后他的妈妈真是崩溃了 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会变气 被埋住在 在弟兄姐妹 刻意起来祷告的时候 真的看到神的神经 在这个短短的两个月里面 他就被救走了 不等 马来西亚的救援人过来 我就跟着一个 缅甸的华朝走了 我们在那个难民营 也是住了大概有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左右 我们的一个大奇迹就是 一个免殿的华人 他帮我们拿回我们的护照 甚至给我们 六百怪人民币 叫我们走 可能是神派来的天使 不然他们是不那么轻易的范围 过了不久 那里开始了打仗 我们也 顺利的逃出来 是一个基督教的慈善机构 救我们出来 我们安全到 毁去到马来西亚 而且感谢主 这个是一个 神大大赐给我的恩惠 就是免费的 就是我不需要出一分钱 每次 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因为孩子不见了 孩子完全没有消息了 我会想到自杀 很期盼上帝就会透过姐妹 很期盼会突然到我身边 把我从死亡中 带回来 如果不是的话 我已经真的是自杀了 自从我回来之后 我有一段时间是自己很压力了 就是我不愿意去太多的地方 因为自己有可能有一段的犹豫 我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干嘛的 就是我受伤了 我跌脚跌倒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的力量 就是神派天使来帮助我 感谢神派 神不只救了一次 他一共救了我两次 这个事情过后 我觉得我们 神救了我们的生命 救了我的生命 尤其是我这种 被卖庆明 建议能够安全的回来 我们的生命 我们更开来服侍神 所以我选择了做教会的成功 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也帮助任何其他人祷告 因为祷告是有力量的 一切荣耀归族 靠得多多观 十里灵 跟我不禁的祷告 现在我成为了一个成功 我希望我用我的见证 去帮助更多的人 尤其现在的我 如果在缅甸 应该是已经死了 但是神 解了我一个新的重生 没有神 就没有现在的我 让我来服侍 更多需要服侍的人 可是我问他 你每天这样出去外面 这么累 然后这么夜回来 那些唱歌的书 你全部要打过 你不觉得很累吗 好像自己做很多 可是得到的东西很少吗 他只是回答我一句 我是为上帝而做的 回报上帝的 他救我的恩典的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 我的孩子会这样想 我们很高兴 他有这个孩子 能够有这样的看见 能够有这样的 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知道 这个孩子是被上帝保守的 在这边我要给他一个 很好的忠告 就是尊豪与尊豪 你的生命 是被上帝拯救出来的 所以尊豪 不要离开上帝 你的这个丰盛的生命 能够影响别的生命 因为上帝祝福你 是要你祝福别人 我相信出来 不是为了给自己做见证 而是为了给我们的主做见证 而荣耀我们的主 不是荣耀自己 因为我身体所有这一切 收上主席给我美好的见证 荣耀归主 Amen 让我用心诉说 神的爱 永不磨面 当不渡的夜晚 悄悄来醒 你的爱如温柔的风 拂过我心扉 在茫茫人海中 我曾迷失方向 但你的手 一直牵引着我前行 神的爱比海更深 比天更高永不停行 它如同明亮的星光 照亮我前行的路途